许多网友反映这一次13号台风被逼加的这个威力不够巨大 毕竟13级14级台风 那跟海南岛的17级的摩羯相比小而磕了 但是真正台风总是会10级以上总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危害的 从目前网上流传的一些照片看来的话 有很多小区发生了这个树木连根拔起的这样的灾害 这就是实际上我们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叫什么呢 一种这种垃圾工程或者说这种不负责任的 因为这些树大部分应该都是移栽来的 这些树木埋身不够根系不够发达没有长好 在这样的台风面前肯定是不堪一击的 而这个在这些树木边上呢却停满了汽车 这也没办法小区里面到处停车 停车位上也得停 不是停车位上也停了不少汽车 这就不可避免被砸中 而从这个楼上刮下来的空调外积砸中汽车砸中豪车 这种事情更不知道保险是怎么赔的 反正在我们小区来讲的话我看到有很多树枝被折断的现象 但是好在还没有对汽车停在下面的汽车形成直接的伤害 当然我们小区有这个外墙啊 是拖落的现象 这个工程拖了很久 本来真的年初就记忆的事情到现在没有干 所以这时候要对业委会对物业对于这个居委会都要提出这个比较强烈的这个意见啊 那这些该做的事为什么不提前做 往后台风一个接一个 真出了事谁来负这个责任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